导致你想离婚的到底是哪几句话 第一 不愿意给你花钱的男人 他一定不爱你 发明这句话的女人 就是想纯靠男人吃饭 一个只靠别人给予的人 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对你好呢 你应该想 谁不给我花钱都无所谓 我自己有赚钱的本领 第二句 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把你当女儿丑 可笑 你爸那么疼你 你孝敬他了吗 第三句 一个男人就要一辈子爱你 这句话就好比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每天都要工作15个小时 而且没有周末不准请假 你累吗 怕吗 大多数人的爱情保鲜器超不过两年 越往后走越平淡 别羡慕人家老公了 你应该去学他老婆的智慧 别羡慕人家日子过得宽裕 你应该长更多的能耐自己去赚钱 你把日子过成什么样 跟我毫无关系 但我希望你的思想不要被那些破话带偏了 你的婚姻可以失败告终 这并不丢人 但前提是 这种失败并非受别人的影响 而是自己的选择 最后 我想告诉你 希望你在逆境中修炼智慧 哪怕最终的离开 也应该是有尊严 和不后悔的 一走了之 我会受到你了 谢谢大家